好,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个范例一 单摆的摆长L 质量M 以悬挂点O作为参考点 当摆锤摆到左边 与牵直线乘角度θ10 第一小题请问张力T对O点所产生的力举是多少 那力举的定义是 陶是力弊乘以力 也可以是 也可以写成这样 重点是他们两个力和力弊要有所垂直 这样才会造成转动 那它的大小是这样 它的方向则是 可以用右手定则来判断 大拇指的方向如果是力举 那四只手指所在 所环绕的平面 就是力 和力弊 是从R 划向F 从R划向F 力弊划向力 力举的方向会跟 R和F垂直 它们是属于不同平面 力举和力弊 是属于不同的平面上 这样子 好那么 很简单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题目问的力 它造成的力举是多少 首先张力T 张力T它到参考点 它的延伸线通过参考点 所以它没有力弊 它没有力弊 那没有力弊的话 力举就是零 力举就是零 好那第二小题 重力的力举 重力的力举 那我们就是 要参考老师在最上面写的 我们把重力的延伸线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 从参考点 向重力 这延伸线画 像画垂线 画完垂线 这个就是它的利弊 好那它的利弊 我们可以写W 重力是W 所以RW从图上 你可以知道 它其实就是L的 Side Theta 对吧 因为 这个角度是Theta 好所以 重力 重力造成的利局 就是LSide Theta 去乘上重力 Mg 这是它的大小 那它的方向呢 R R是这个 向左 R是向左 Mg是向下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 所以从R往Mg这样子 画过来 那 利局就会是 我们大拇指的方向 我们四只手指沿着 沿着 利弊R 然后往这个重力 画过去 那这样一来 利局就是出纸面 或是出黑板 这就是答案 Mg L Side Theta 以及利局方向 出纸面 Mg